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粗暴 但是完成了头球的甩头攻门 还是不错的 差一点点 压了围棋的欲望可以管中溃爆略见一斑 刚才他使劲推啊 我要这位置 这位置是我的 看看斯蒂夫调整有打门的空间再扣 摔倒在罚球区内 接下来再次进攻 空膏出来了 左脚再抽 地面的低平球没有形成任何的威胁 张成的位置站得不错 哎哟 还是盖坦 开起来到后点 这球用脚推的 弹了一下地 偏出了球门 欢迎楼左侧 开起来 顶到门前后点 通门了 球进了 包后点 最后形成了在定位球上的进球 果然贵州横锋 31例连赛进球出现了 第16例定位球进球出现了 就是秦升下场以后 而进球的是今天重回首发位置上的中后位 五号 林龙昌 而这类进球呢 也是他代表 贵州横锋打进的职业生涯的第二例进球 看来这哥俩还是都是善打赌场啊 外飞一脚远射啊 稍微偏了一点 前场的四打二 在远端斯蒂夫已经空位了 这球要给到斯蒂夫 球穿的非常的完美 胸部卸下来 右脚再捅射 打在了对方的球员身体上 再扫进来 盗勾射门啊 非常漂亮盖探 没有打上力点 没有腾空 但是还是完成了站在原地的盗 队员在比赛当中啊 这球传过来 耶拉维奇 再度的球进了 2比0 一次高效的进攻 使主队贵州横锋现在是扩大了比分 2比0 在55分钟 进球的应该是 包括这个球 这个 耶拉维奇 最后补射 第一脚射门 张冲扑到 来回来跟进保护的队员这球给的好 这球应该是刘浩打进的 单鹏飞在后面 恰恰这个时候晚了一步 他以为耶拉维奇这球肯定进了 他就没着急往上扑 没想到身后队在上来 完成了补射 2比0 高和静的 右脚远射 漂亮啊 但是门脚扑的更加出色 球速快 而且角度叼 这个时候张冲 对 他兜了一脚 要打第二门柱内侧 到后点有机会 球就进了 斯蒂夫 在过去 这是柏利 中后卫 柏利 抢到了后点 用进球来帮助球队 这个赛季贵州横锋 第四次能够单场 打进三球 柏利的这个脚法是非常的刁钻 过过也 结束了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贵州横锋 三比零战胜大力一方 完成了双方在历史上第十次交锋中 首次赢下对手 同时也完成了现在主场的 一波三连胜 做好的下周末 下一轮主场与广州横大淘宝 最终贵州横锋